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5月25日 星期一 是一個 下雨 陰陰地天的星期一 過去兩天都是天氣一般的了 昨天 反而沒有怎麼說很大 下很多雨 昨天就有一個遊行 在廣島區 大家記得 聽到這裏 一定要支持老播曲 按like 看廣告 Facebook Twitter share 訂閱我們的頻道 月費贊助 以及 通擊五目 我們的PayPal就開始了 每一集都會提醒大家 我們的PayPal已經可以用得上了 之前一直追問我們PayPal戶口的朋友就可以 月費贊助我們 我們先說回新聞 昨天也有很多人發了影片給我 我當初也看了一輪 研究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就是看到一個 疑似在銅鑼灣的白衣人 也是白衣人 被 示威者懷疑 私了 結果 律師會會長 彭雲熙 出來譴責 說 律師遭私了 指公民抗命非違法許可證 原來 昨天的 反國安法遊行 有一名男子 白衣人 在銅鑼灣補糧局 出面被多名蒙面人 根據報導 以這個雨傘等雜物 毆打 這個律師會會長 發聲明 說 這個 遇襲的男子是他們律師會的會員 對於事件強烈譴責 又說絕對不能夠接受暴力 公民抗命 不是違法的許可證 暴力也不是私暴者的許可證 這句那麼奇怪 暴力不是私暴者的許可證 這個真是未聽過的 他抄了北島的私 卑鄙是卑鄙是通行證 他是不是抄了北島 暴力怎麼會是暴力 私暴者的許可證呢 暴力是私暴者實行 實踐他們行為的方法 實踐他們行為的方法 甚麼是許可證 甚麼出權是出權的許可證 你說甚麼 有些語意不清 這是香港律師 這位律師 對於 白衣人 陳紫遷 後來被發現是陳紫遷 因為律師會 說了是會員 到底的真身是甚麼呢 這一節就是要做一些揭露的 首先分析一下 昨天的事件 根據過往 我們用警方的口問 有一名男子 在5月24日涉嫌 在銅鑼灣地區較早前參與一個 未經批准集會和參與暴動 涉嫌 原因當然是正如 過往警察說的那些 在暴動現場 出現 然後做出 挑釁的行為 根據暴動的定義 參與暴動 很簡單 暴動的定義就是做出一些 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 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 對於 在場的人 做出一些挑釁的行為 而那一件事會激起 該些人物 或他會造成一些 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 例如激起對方 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 已經是參與了 已經是暴動來的 根據那個 非法集計的定義是很嚴謹的 告人的時候 即是自治鏗槍的 律政署 為甚麼這個律師要參與暴動呢 為甚麼這個律師要參與暴動呢 還要去一個暴動的場所 在暴動的場所 出現 還要挑釁在場的人士 還要跟別人嘔鬥 跟別人嘔鬥 發生拉扯 林鄭那些說法 陳健波那些說法 是否陳健波那個 法會那個 那些就叫做 發生拉扯 叫你們的議員 不要那麼大力反抗 你會弄傷保安的呀 你弄錯了嗎 你不要反抗嘛 然後譴責那些 議員弄傷保安呀 現在我們用相同的方式 譴責這個白衣人 你們不要反抗嘛 你為甚麼弄傷黑衣人呢 沒錯啦 弄傷人家的遮掩 我們真的看到一些物件被破壞 你為甚麼要用頭弄壞 或是用身體其他部份來弄壞 或是用身體其他部份來弄壞 對呀 用頸子弄壞人家的遮掩 這樣就不對嘛 我們其實也很反對 用這些死用暴力 所有暴力我們都不允許 尤其是白衣人 陳子遷是甚麼人物呢 有網民 把他的 行為 以及身份起底 原來是一個 正會香港副召集人 畢業在倫敦英國倫敦大學 馬麗皇后學院法律 與政治系 其實我也沒有聽過這個學校 在海外留學多年 這個網民評論說 應該估計他就相信外國月亮不是特別圓 回到香港之後就銳意探討香港民生問題 結果 就 參與了這個法律界54人聯署撐政改大聯盟 火童是甚麼人撐政改呢 要讀一下名字 讓大家去留意一下 撐政改大聯盟有甚麼人聯署 馬恩國 張國軍 莊永燦 陳曼琪 陳紫遷 簡松蓮 譚慧珠 聽到這些名字 大家有沒有想到是甚麼事 這些叫做一憂之樂 臭鞏出臭草 物以類罪 全部都是人渣 翻查到底這個法律界54人聯署撐政改是甚麼來的呢 就看看這個獨立媒體當時有報導 裏面就有個詳細列表 列翻到底 陳紫遷為何許人 陳紫遷呢 看看資料 裏面也是這麼說的 說他是香港 政會香港副召集人 然後 香港資報作者 香港山西商會常務會動 即是一個 切頭切尾 的超級建制派 或者叫共狗 簡單一點來說 簡單一點來說 一看就知道發生了甚麼事 其實整件事你推敲到底 發生了甚麼事 當然我們有十足理由相信他絕對不是上去理論那麼簡單 當然是跳仁人來啦 牙斬斬斬 然後又說國安法來啦 拘捕你這群糟糕呀 肯定是說這些話的 因為人家不會生氣的 一定是 應該不止 可能不止 因為根據那個報導 當時你看到他穿白衣人的裝束 變身一個恐怖分子裝束 然後就是說 穿得很Sporty 打算去打球 到底是不是真的去打球呢 打球還是打人啊 根據那個籃球廣告的說法 打球還是打人啊 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是做了甚麼挑釁的行為 令到那些 很和平美性的這些年輕人 對他 是進行一個前逗的 我們希望 網友能夠找回到底事發 的因由出來是甚麼呢 我絕對相信 絕對不是一個 他去 勸喻的時候就會遭受暴力對待 一定是做了其他事情的 我們看到很多勸喻的 我們就有時到現場 觀摩一下 看到那些在場的人士 其實也很斯文 即使呢 如果他們不是遇到一些挑釁 或是一些人動手腳 其實他們是不會動的 不會立即打人的 因為條街那麼多人 要打不完啦 所以這個人 我們以我們的判斷 就應該做出一些很嚴重的挑釁行為 在一個這樣的地方 火上加入 根據過往這個 高尚情操 事件 法官的評論 這個肯定是做了火上加油的行為 沒錯 他面對一群 是被警察 嘔打到奄奄一息的示威者 經過多月來的喘息 其實 他們社會上 已經是一個受害的群體 我們香港人還不是 香港人現在是被你中共 國安法預備 全力壓迫之下 奄奄一息的人 沒錯 即是他們 發出這個 致命的反過一擊 我也覺得是一個很合理的情況 亦都是情有可願 我認為這件事 唯一有少少美中不足 他們未夠 高尚情操 沒有拿著一把西瓜刀 牛肉刀 向他們的廢業連統三五刀 也沒有統川的廢業 在法官的角度來說 應該是 不夠高尚情操的 還有 我看到 那個 年青人 年青人 是要多鍛鍊 打那麼多下 都好像沒事 你們真的要檢討一下 年青人 很重要 鍛鍊身體很重要 即是用了 手加減 這是日文來的 即是流手 總之我覺得 你們有沒有搞錯 打了那麼多分鐘都竟然沒事 你們有沒有搞錯 你怎麼做事的 全部都開著 曬手加減 看完之後 我也覺得 有點慘 應該會把他擊落 好像美軍一樣 沒錯 我們一會兒也會說一下 你們有沒有看過那段影片 那個叫做業餘 那個格鬥愛好者 怎樣擊敗那個馬寶國先師傅 是嗎 對 人家30秒就開KO他 你也沒有KO 還要那麼多人 你們真的要好好鍛鍊一下身體 知道嗎 不然 這場仗很難打下去 美軍看完之後 即是搖頭探飾 搖頭探飾 減的身手 你怎麼革命 真的要好好鍛鍊 我們衷心希望你們 多加鍛鍊 看回 那個報道 可能這個人真的是去打球 其實你看回他 都挺好的體能 打完之後還可以一直跑 已經打了很多分鐘了 如果根據他的外形的判斷 還有那個體型 還有那個體能 他應該有運動開的 即是你可以 你也會發現 他跟那些721的白衣人真的有點相似 那個真靈的面子也很像 像那個小偶龍莊的陳志祥 你令人以為他是暴徒呢 是呀 以為是721的人是 不出奇的 是呀 警察也說 你沒事就不要打扮到像是暴徒 平時說你穿黑衣 就說你是暴徒 那麼你穿了白衣來 那你還不是那些白衣暴徒是甚麼呢 這件事就叫他以後檢討一下自己的衣著 這件事就沒辦法了 因為這個是暴徒的裝束來嘛 這次時間差不多了 年青人真的要檢討啦 真的要檢討啦 真的要檢討啦 拜拜